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OI98学习破解课程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实战篇的第九课 实战破解一个CM第二篇啊 我们之前破解过一个,这个所有就取名为二了啊 以后如果碰见一些比较好的CM的话啊 我会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这个是我无意间找到的啊 不过是比较以前的一个了啊 这是那个挺久的一个了 破解失败,继续努力啊 这种就是没有字符串的啊 所以我们连字符串,连查都不用查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我们还是查一下吧 也那个来确认一下啊 这个地方没有,就这么些字符串啊 这是个关于啊,关于 然后那么,这样的话 它有一个对话框啊 还有一个信息框 我们从这个信息框入手啊 BPMessagebox啊 然后那么我们再点击注册 程序被断下啊,被断下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右键返回编创口中跟随啊 呃,或者我们也可以直接这样啊 调试执行到用户组代码 然后在这个地方点击确定 好,程序先断在这里啊 断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向上的跳转啊 向上的跳转 这个JMP啊 然后下面有一个JJ 呃,看看上去看看啊 JNE啊,JNE 首先我们在这个地方下一个断点啊 在这个地方下一个断点啊 那我们再来运行啊 好,大家看,我们刚刚的那个断点 并没有拦截到 并没有拦截到我们的这个地方啊 说明上面有判断,还是直接跳回了过来啊 直接跳回了过来 好,那么我们来到刚刚的断点,断点处 往上看一下啊 大家看,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断点 大家看 大家看到了吧 这个断点也是跳向失败的 那么上面的话 它也有一个JNE 那么再往上 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啊 往上还有 一共是 三处啊 一共是三处 一共有三处啊 这个地方就是一共三处验证啊 我们现在再来试一下啊 那上面还有一个啊 上面 好,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啊 还有一个 那么也就是说啊 好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啊 好 好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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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上面这个 我们也不能让它跳转啊 这个的写法就是 很多个判断的种啊 就是判断啊 然后接着再跟上一个判断 然后再跟上一个 一连跟上好几个那种啊 那一种啊 那一种 稍懂点编冲的朋友们应该知道啊 这三个地方还有三个摘役啊 这三个地方还有三个摘役啊 好 大家稍等一下 好 我们 我们继续啊 我们继续 我们现在往上啊 把所有的这些可一的断点 我们都下上断啊 就可以了 好 现在发现已经到断手了 到了断手 到断手的话 呃 我们就不用看了啊 然后我们再次来 点击一下注册啊 那么大家看 首先这个GE没跳 没跳我们不用管 取消这个断点啊 往下走 然后这个也没跳啊 这个也没跳啊 好 我先下上断点啊 先下上 好 我们发现啊 这个 这个GMP直接跳向了我们的失败啊 所以我们的那个跳转要让它实现啊 当然就是说 前面的两个跳转啊 大家也可以分析一下啊 在这个地方我已经分析过了啊 也就是说 这个跳转如果实现了 就是用户没有等于空啊 这个跳转实现了 就是密码等于空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 呃 一个第一个关键跳啊 这个地方 要让它实现 最啊 最修改最标注意 然后到这儿 然后会接着到我们的第二个断点啊 在第二 第二个断点 大家看这个地方有一串 有一串 这个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注册码啊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下面找一下注册码啊 好 运行到了这个地方啊 运行到了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GNZ 大家看他这个地方 再计算我们的注册码啊 来去 再计算注册码啊 啊 看到了吧 然后那么这个地方 它并没有实现 我们也要让它实现 不然也会挑战失败啊 再运行 你看这个注册码 你看这个注册码又计算出了一些啊 又计算出了一些啊 挑战依然没有实现 实现 再运行啊 再运行 然后这个 这个看一下啊 好 那么我们再实现一下 大家看到了吧 这个地方就变成了注册充功啊 我们把这一块可以先复制一下啊 好 这个是我刚刚破解的一个软件啊 大家不用管它啊 好 我们运行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啊 这里面有没有我们的 有没有我们的注册码啊 这样看有点乱啊 挺长的 又找不着了啊 又找不着了 没有没有算了啊 但是这样我们就是已经破解成功啊 已经破解成功 这接下来之后 大家可以算一下 这个找算法的同时啊 我建议大家 你这个 呃 你这个不要像我弄的一样啊 不要像我这个 比如说你这个 用户名你是111啊 那你就222 不然的话很很不容易区分啊 很不容易区分 那么这个呀 我们再走一次 看这个地方是读取了222 看看有没有密码啊 这个已经过了 刚刚一开始是111啊 现在是222啊 现在判断油啊 然后取你这个 EAX 是那个位数啊 就是我们的 那个 那个用户名的位数啊 然后和这个 这个有个 有个零乘以14啊 16进制的14比较啊 然后它第一个就是判断你输入的位数是否想懂的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 14它是多少位啊 也就是 也就是 也就是那个16 16 16加 16加420位 应该是啊 16进制啊 这个 哎我这个怎么转换的啊 我想想啊 在这个地方 让大家看20位啊 20位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的重确注册码 其实应该是20位啊 那么我们输入个20位的 好我们输入个啊 0123456789 啊这就是20 这10位 123456789 好现在是20位啊 复制一下 好虽然这个地方判断用户名是不是空啊 如果是空 它就跳转啊 然后取我们的这个注册码啊 然后取我们的这个注册码啊 分两次取了 然后判断是否是否是这个20位啊 大家看我们这次输入20位 然后跳转就跳了啊 跳到这儿 那么我们再往下走 之后它就是一些开始计算啊 现在取了你看前5位啊 这个地方就是通过一种一种什么运算方式吧 把它转换一下啊 转换成这个这个一串啊 这都是在这儿计算的一些过程啊 一些过程 这个是718 这就是后面的一些位数啊 你看一开始是012345 然后它把6给空过去了 然后789 然后012 又去后面的这些位数啊 然后这是前面的这个是后面的啊 456789啊 然后就是说把3又空过去了 然后456789啊 然后应该还要通过某种方式 把它也变成前面的这一串很长的啊 好这个地方就变出来了 大家看就这一串 好现在三串已经加密完毕啊 就是转换完毕啊 这个时候大家再看它往下走 它肯定要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啊 去还原 刚刚你大家看了刚刚那群用户名了啊 111了 它要把这个111肯定也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转换成我们这个样的 然后再做一个比较 它这就是一个循环了啊 这就是一个循环了 我只要在运行的前面位置吧 这个应该也是就是14转换的啊 14就转换成这个了 然后把这一串是不是又转换成这个啊 啊 这东西越看越乱啊 越快越乱 然后它就是啊 从这一块又开始去了啊 从这里面开始去 去完了之后再怎么转换啊 挺复杂的 挺复杂的 这一这又循环啊 它就是循环啊 循环应该循环很多次 那么这个地方我就我就不循环了啊 我就不循环了 如果你那个对了的话 这个地方它就变为1了啊 然后到这个地方如果对了也变为1 然后就跳转嘛 都就跳了 它就是加密了很多了 大家看啊 出来很多很多条了啊 每一个都是就是那种中国的我们呢 一开始的加密 这个地方就变成做得成功了啊 呃 比较简单啊 比较简单 就是那个分析太麻烦了啊 分析太麻烦了 好这些课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啊 大家自己去多多研究一下啊